所以要調整的就繼續調整 所以在美股上一樣都是繼續跌下來 純粹是一度要調整的相關股份 例如一些當中會比較受慮的半導體板塊上 跌得相比比較多 所以其實美股和港股的狀況某程度上都是一樣 趨勢是很明顯的 美股就是要向下調整 但是看你拿著什麼類型股份 如果你在拿著價值股 資源股、銀行股 就算跟跌,殺傷力也沒有那麼多 但如果你拿著一些風頭火勢的股份 美帝也無法理會 所以暫時來說 短線美股的調整細頭都很明顯 我覺得要害怕的不是只在烏鵝局勢上 最主要原因是現在市場有種種消息 令到美股有調整的藉口 說真的,別人真的在這兩年升了那麼多 再跌下去,我都覺得很強烈 對,你剛才說到距離下一次的議息會議還有三、四個星期 特別要留意著這個星期五 美國公佈的PCE數據 也會很左右住聯儲局的架息決定 好,你剛才就說到大市跌的趨勢是在這裡的 但就看著你拿著什麼股份 我們集中談談那些科技股 因為看到納指上星期五就跌了168點 跌幅超過1%的 大家特別的討論點是納指出現了死亡交叉 即是50天線 大概是14707點左右 跌穿了一個200天線 即是24739點左右 其實是2020年4月以來是第一次的 香港不少投資者都拿著大型科技股 或者有些納指的ETF 其實你覺得這個時間點 又出現了一個死亡交叉 應不應該先沽負離場 看看你什麼心態,短炒的話 我當然是熱意估貨 我都不覺得調整突然間這麼快結束 但其實如果你在美股的投資心態上面 最重要就是 我覺得不要太過分 不要太過進取 你預料會調整 其實投資市場你記住永遠都是 投資市場不是永遠就是賺錢、跌錢 這個是短線投機部署 短線投機部署是在賣向下的 但又落到這些低位上 你搏去就量到技術性紅市那些位 甚至可能穿一穿才反彈 所以短線一定行向下 但投資市場上面的話 其實你只要在去年 你不要把去年的利潤輸出來 基本上已經沒事 但如果你是高位接了課 去年才入場的話 想一下為什麼入場 如果我們幾個月前都有說過 你玩不到港股 走到美股上面 下場一樣都是不落寬 現在正在發映這個狀況 所以你想想一層 最重要是除了發生死亡交叉之外 如果你的目光視野只放在短線 一個月或者一年左右 未來很多事都可以發生的 可以發生創52週新低 可以步入技術性紅市 但其實你想想 2020年高分的一段時間 都美股一樣踏入技術性紅市 為什麼這一刻不行呢 所以暫時來說 調整西頭是出現的 最重要的就是 如果你美股和港股比較起來 分別就是 就算加值股 他們在去年年尾那段時間 都升了很多賞力 一樣會有一個追跌空間 未來 你說美股要消化很多不明朗因素 比如對加息方面開始沒有感覺了 可能加息步伐 就是要走 起碼加到一哩左右的水平 市場才會開始慢慢的適應 所以我們通常看回美股 或者說環球股市 踏入加息周期都是 在初段 剛剛開始進行加息那段時間 股市多數都是處於一個叫做調整期 多數都不是紅市 但是是一個調整期 但是如果你在這段時間上加息之外 再加上一些打仗 相關的風險因素 會有機會令到指數步入技術性紅市 所以如果你的目光視野真的很短線 比如說下星期回來 看看美股發生什麼事的時候 當然先走了 再找機會再去買 短插 我們最忌諱的一件事就是短插變長詐 但如果你是做中長線部署的話 你賣開美股的 上年有大把利潤在手 很簡單 慢慢減持 不要把這兩年贏的錢 先吐出來 這是第一步 所以看看你的 計劃有多進取 譬如說在一兩年前 大家很進取買TQQQ的 三倍納資槓桿的時候 這一刻你就繼續投入美股 但不要做槓桿 但是如果高追 你擺明就是短線部署 近期才追進去 這一刻你就要認真地想一下 是不是有需要投降 我要讓人家的 這次的天使 猛責 總共有多兩天 我們是對 我們會